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希望相关国家能早日做出符合历史潮流和自身利益的正确选择早日加入中非合作大家庭此前报道为留住非洲最后友邦台当局拍胸脯与思维士兰致死不渝环球时报驻台北大陆九月将在北京主办中非合作论坛 为了留住非洲唯一邦交国思维士兰台当局五日甚至表态双方关系致死不渝 不过这样的誓言在岛内舆论看来却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有分析人士直言台湾的国际空间操控在大陆手中台湾联合新闻网五日趁大陆九月将主办中非合作论坛 之前曾想让台当局在非洲唯一邦交国思维士兰出席并喊话希望思维士兰早日加入中非大家庭拍张大合照 岛内一直关切与思维士兰关系是否因此生变 五日台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刘邦志就此回应趁目前获悉的情况是思维士兰没有收到论坛邀请函 国王也向台湾表示不会出席 他说每个邦交国都受到大陆的压力 这是确实的情形 但思维士兰与台湾的关系是只死不渝的程度 他对双方关系充满信心 报道同时提到台驻思维士兰大使陈经拳击劳成疾 中风病倒 目前在南非医院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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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